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转据点 这个也是一个时机 我在最低潮的时候 创立这个Luray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记得我还请了 Tadu Chimichu从英国特地飞过来 而也是当时 刚刚戴安娜王妃 也是在97年8月31号 逝世 我就在10月 推动这个Luray 所以她也当然是个红人 Luray是刚刚诞生 不过整个媒体 就抢着Chimichu 和这个Luray 也占了一点光 97年 我们也请了这个 Rakita R.C.C. Tadu Chimichu去推动 推广这个Luray 在推广这个Luray之前 Jimichu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启示 很大的鼓励 而且协助 这一点我真的是很感激 很感谢她 要进天堂 当然我们创立这个品牌Luray的时候 不适宜 帆风声 非常非常多的 喝的非常大的作者感 不过同时 当然我们也有这个OEM 去辅助这个生意 而不是马上我们去 切掉这个OEM 当时我记得在马来西亚 大部分那个品牌 你可以NAME的 你可以讲出来的品牌 都是我有负责器 跟他们设计 可以生产这个鞋子 和新加坡邻国 89年的时候 这个Shilama就在 Common World Game的时候 他的那个四双鞋子 也是我们的设计 那么我们跑的路线 就是说 我们去做这个 Celebrity的时候 名人的那个效应 所以你可以看到 Luray跑的路线 都是定位蛮高的 所以我们都是 以明星啦 歌星啦 大事去吃啦 99年我就可以 跟这个Arcadis Arcadis是 Top 10 Designer in London 跟他们做这个 London Fashion Week 2001年 做一个 转卖店 然后就去这个 Wedding Shoe 第二件在2003 然后2004年 我们也得到 那个Sylorsky的 那个认证 10年过后 你看 2006年 我认为10年过后 我要重新 又再定位了 我觉得企业 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突变 所以我们要求变 创新 要不然的话 我们肯定会遇到一些瓶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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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